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进展厅 一个学生就带头放声大哭 所有学生都跟着嚎啕大哭 有的跺着脚哭 有的垂着胸膛哭 有的哭出眼泪不舍得擦掉 希望让老师看到 有的偷偷把唾沫心子抹在脸上冒充眼泪 这个时候 人群中有一个学生 他没有哭 也没有嚎 而是瞪着眼睛 冷冷地观察着哭泣的同学们 这激怒了豪哭的人群 莫言和同学们纷纷向老师告发他 学校对这个同学展开了批斗 面对为什么不哭的质问 他始终一言不发 没几天 他就退学了 这个故事虽然发生在特殊的年代 但是在今天的生活中 这样的事情也屡见不听听 你为什么不让座 你为什么不捐款 金庸都去涉 你竟然还在朋友圈里晒美时 当一个人不媚俗 不盲从 不按常规出牌 不随着大流痛哭流涕或欣喜若狂 而是选择冷眼旁观 选择冷漠 选择理性 选择忠于自己真实情感 那么他就会引起别人的不适 甚至不满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本书 局外人 也是这样一个类似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莫尔索 是一个对一切都默然置之的人 他在一次意外的杀人事故中被推上法庭 最终被判处死刑 荒谬的是 判处死刑的原因并不在于他所犯罪行的本身 也就是说 并不是因为他杀了人 那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在母亲的葬礼上竟然没有哭 加密欧说 自己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本书 那就是 在我们这个社会 要是在母亲的葬礼上哭不出一滴眼泪 是会被判处死刑的 我们都知道 哭不过是一种纸袋 那么其背后到底蕴含着什么 为什么不哭就会被判自决于人民 接下来 就请大家跟随我的声音 一起走进局外人的世界 今天妈妈死了 也许是在昨天 我搞不清 令腾去世 明日葬礼 特置未宴 接到养老院发来的电报 墨尔索才知道妈妈死了 至于是昨天死的还是今天 他搞不清楚 养老院在八十公里以外 他无奈地跟上司请了假 一身疲倦地干到养老院送葬 首灵期间 他多次拒绝了养老院院长和门房 关于再看妈妈怡容一眼的提议 也始终没有掉一滴泪 更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哀伤 在妈妈的遗体面前 他照样和门房一起抽烟喝咖啡 并且饶有欣慰地观察那些前来首灵的老人们 走出停尸房 看到郊外的景色 他甚至想 要是没有妈妈这档子时 能去散散步该有多么愉快啊 按部就班地旅行完下葬程序后 他竟然感到满心欢喜 因为可以上床睡他十二个钟头了 妈妈下葬第二天 他就去海滨浴场游泳 约女朋友去看喜剧电影 并带女朋友一起回了家 之后便开始正常上班 正常生活 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那么在女朋友面前 他是个怎么样的人呢 女朋友问他 你爱不爱我 穆尔索竟然直接了当地说 这个问题毫无意义 但我似乎觉得并不爱你 女朋友又问 你愿不愿意跟我结婚 穆尔索则回答 结不结婚都行 如果你想结 那就结 穆尔索说的 好像这事情和他毫无关系 对待朋友也一样 穆尔索有个声名狼藉的邻居雷蒙 有一天 雷蒙找到穆尔索 请他帮忙写信羞辱自己的情妇 穆尔索没有拒绝 事后雷蒙很高兴 称穆尔索是真正的朋友 穆尔索则认为 做还是不做朋友 怎样都行 那对待工作呢 老板计划在巴黎设一个办事处 兴致勃勃地问穆尔索是否愿意被派往那工作 谁知 穆尔索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热情 反而觉得去不去巴黎都一样 他觉得人永远也无法改变生活 什么样的生活都差不多 人生在世 永远也不该演戏作假 听到穆尔索以上种种行为 也许你会诧异 甚至会觉得他冷漠孤僻 不通人情 让我们先不要急着去判断 来听听穆尔索讲的杰克斯洛伐克人的故事 一个杰克斯洛伐克人早年离开家乡 外出打拼 多年后发了财 带着妻儿还乡 这个杰克斯洛伐克人的母亲和妹妹在家乡开了家旅店 为了给他们惊喜 这个人将妻儿留在了一个地方 独自走进母亲的旅馆 没想到母亲没有认出他来 于是他想开个玩笑 租了个房间住下来 并亮出自己的钱财 夜里 他母亲和妹妹为了谋财 把他砸死了 第二天 他妻子带儿子找过来 真相大白 母亲上吊自尽 妹妹投合而死 穆尔索认为 这个殿克有点咎由自取 进而评论道 人生在世 永远也不该演戏作假 人生在世 永远也不该演戏作假 这句话其实就是穆尔索的人生信条 是他种种看似荒诞行为的源头 妈妈死了 他疯尘仆仆赶到养老院 又困又累 这种身体上的疲累已经占据了他 生理需要常常干扰情感的天性 使他无力再产生强烈的感情 况且 在他看来 妈妈的死是很正常的 每个人都会死 死亡是一种解脱和重新开始 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哭他 于是 他确实不想哭 他也确实没有哭 哭又怎么样 看看那些养老院守灵的人们 其中有多少是真心关心他母亲的 那个愁愁气气的女人 与其说是哭墨尔索的母亲 不如说是哭自己 哭自己以后什么人也没有了 其他老人呢 与其说在守灵 不如说在苦熬 目的是撑过这个仪式 至于死者是谁 他们并不在乎 联想到我们现实生活中 平时对老人不闻不问的孝子贤孙们 在老人去世后大半葬礼 在众人面前哭天腔地 更有甚者还去请专门哭丧的人来嚎哭 这种完全没有感情的表达 越强烈 越讽刺 把葬礼完完全全变成了一出闹剧 莫尔索没有在众人面前表露出哀伤 就表示他对母亲冷漠无情吗 赶到养老院 他想立刻见到的就是妈妈 看到周围的田野 他会想象在傍晚散步的妈妈 听到丢狗的邻居深夜哭泣时 他还是想到了妈妈 把妈妈送到养老院 是因为自己确实没钱雇人照料他的生活起居 并且他和妈妈也都不期望从对方那里索取什么 当被问到是否爱自己的妈妈时 他毫不犹豫地回答 爱 跟常人一样 他爱妈妈 他只不过不想在特定场合 在特定人群面前去表演 去迎合 对待爱情 友情 工作也一样 你开心也好 不开心也好 如果不爱 我就说不爱 你声名狼藉也好 行为不端也好 如果觉得在一起舒服 我就和你做朋友 巴黎也好 这里也好 如果觉得在哪都一样 我就没必要去改变 说到这里 有必要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创作背景 这本书写于二战时期 这个时期 西方世界正处于战争的恐慌之中 人们对社会充满迷茫 精神没有归宿 战后科技对社会生活的渗透 又使人们受到机械的控制和管理 人被平均化 整体化 个人的独立性和自主创造性被泯灭 失去了生存的精神支柱 而感到空虚和惶惑不安的人们 需要重新思考生存的目的和意义 莫尔索们正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中 他们不甘于被现实的世界异化 于是他们变成了世界的局外人 局外人出版后的第二年 加缪的哲学著作《西西福神话》出版 在西西福神话中 加缪指出 当人对世界的理性和幸福的热望 碰到了这个非人的毫无意义 杂乱无章的世界 荒谬就产生了 西西福斯日复一日推迟上山 用默默忍受来对抗命运 他的命运是属于他的 他的岩石是他自己的事情 而莫尔索 同西西福斯一样 他重申个体存在的意义 注重当下的感觉 选择遵从自己的本心 而不是社会赋予的既定规则来行事 从而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加缪这样评价莫尔索 他不耍花招 拒绝说谎 是什么 他就说是什么 他拒绝表演自己交世感情 他是坦诚的人 是无任何英雄行为 而自愿为真理而死的人 法庭上的无声抗争 后来 莫尔索和邻居雷蒙一起去海边过周末 在沙滩上遇到了雷蒙的死对头 一个阿拉伯人 双方发生冲突 在太阳的炙烤下 那个阿拉伯人拿出了一把锋利的刀 在刀热的锋芒威逼下 莫尔索只觉天旋地转天门大开 天火倾泻而下 锦英差阳错地朝着那个阿拉伯人抠动了班机 过失杀人后 莫尔索被捕入狱 可是随着一次次的审讯 他慢慢发现 法庭关注的并不是案情本身 而是类似于他在母亲葬礼上没有哭 不记得妈妈年龄 在守灵期间抽烟喝咖啡 第二天就和女友鬼混 给小混混作证等个人生活中的种种表现 五六个月后 案子开庭审理 在法庭上 律师要求他不要主动发言 由律师代替他陈述 也就是说 他作为一个被告人 被完全排斥出审判过程 他成了一个多余的人 一个彻底的局外人 他始终认为自己无罪 但检察官和辩护律师都宣称他有罪 只不过一个认为罪不可赦 一个认为情有可原 于是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 被一个个证人举证 眼睁睁地看着检察官 声嘶力竭地控诉他的灵魂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 被所谓完善的法律 一步步塑造成了一个 怀着杀人犯的心 埋葬了自己母亲的人 甚至成了在精神心理上 杀死了自己母亲的人 面对着这场道德审判 莫尔索并没有为了使判决对自己有利 就违背自己 人生在世 永远也不该演戏作假的原则 律师问他 在母亲下葬那天是否难过 他坦诚地说 我很爱妈妈 但这并不说明什么 所有身心健康的人 都或多或少设想期待过自己所爱的人的死亡 律师打断他 试图引导他变化一下说法 说那天是控制住了自己悲痛的心情 莫尔索直接了当地拒绝道 不 因为这是假话 御臣法官问他是否信仰上帝 莫尔索回答说 不相信 这惹恼了御臣法官 背离了他所有人都信仰上帝的信念 也动摇了他生活的意义 但是莫尔索始终保持清醒 面对御臣法官的疯狂叫喊 始终不为所动 在法庭上 他也没有假装表示过悔恨 始终遵从自己 从来没有对某件事真正悔恨过 总是为将来要到的事 为今天或明天的事忙忙碌碌 操心劳神的天性 在监狱里的日子 他也始终用自己的方式 爱着这个世界 就像王小波的小说 《黄金时代》里写的那样 那一年我21岁 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 我想爱想吃 还想在一瞬间 变成天上那朵半明半暗的云 后来我才知道 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 人一天天老下去 奢望也一天天消失 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 可是我过21岁生日时 没有遇见到这一点 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 什么也锤不了我 在这点上 莫尔索想极了王小波 他也时刻关注自己的欲望 时刻保持着 对这个世界的热爱 他会想女人 会不厌其烦地 一遍遍回忆自己房间的细节 会在上球车的一刹那 尽情地聆听 这座城市熟悉的声音 会为那些吆喝声 鸟叫声 嘈杂声而激动不已 甚至还会在法庭冗长的神里间隙 听到卖冰小贩的喇叭声 会回想到夏天的气味 热爱的街区 傍晚的天空 以及玛丽的笑和裙子 这样的人 你能说他冷漠吗 他分明是那么的热爱生活 最终 莫尔索被判以法兰西人民的名义 在广场上斩首示众 厅长问他 是不是有话要说 他考虑了一下 还是说了声 没有 我过去是幸福的 现在仍然是幸福的 背叛死刑后 神父一次次过来 劝莫尔索皈依上帝 劝莫尔索为自己有罪的灵魂 进行忏悔 面对神父的喋喋不休 莫尔索终于不堪忍受 喊出了自己的心声 我好像两手空空一无所有 但我对自己有把握 对我的生命 对即将到来的死亡都有把握 是的 我持有这份把握 但至少我掌握了这个真理 正如这个真理抓住了我一样 我以前有理 现在有理 将来永远有理 在这个高度城市化的社会 人人都被裹挟着前进 小心翼翼地恪守着社会的道德准则 以寻求安全感 害怕被排斥被孤立 因此不惜违背自己的真实情感 不惜磨光自己的锋芒 说着言不由衷的话 进行着城市化的表演 母亲死了 要哭得死去活来 表现得痛不欲生 每逢节日定期秀恩爱 以展示自己过得很幸福 每天斗志昂扬鸡血满满 在领导面前表现得干净十足 要有信仰 要高尚 要脱离低级趣味 要在众人面前 极力塑造一个好儿子 好丈夫 好员工 好公民的光辉形象 但是墨尔索却毅然决然地 跳出这个世界的既定模式 不惜和这个社会疏离 他完全遵照内心本性 选择以沉默 以无所谓 来对待这个荒谬的世界 选择做一个冷眼旁观 我行我素的局外人 我们一路奋战 并不是为了改变这个世界 而是为了不被这个世界改变 不按社会规则行事的墨尔索 虽然被这个社会无情绞杀 但是能杀死的只是他的肉体 他始终保全了自己精神上的自由 他以自己的方式过了一生 至死都没有被这个世界所改变 星星前夜 墨尔索敞开心扉 我体验到这个世界如此像我 如此有爱融洽 觉得自己过去曾经是幸福的 现在仍然是幸福的 我期望处决我的那天 很多人前来看热闹 他们都向我发出仇恨的叫喊声 当众人都哭的时候 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回到开头 墨言故事的后续 多年后 那位同学成了墨言小说的原型 例如生死疲劳里所描写的那个单干户 当所有的人都加入了人民公社 只有他坚持单干 任何威逼利诱肉体打击精神折磨 都不能改变他 这两个人物 不哭的人和单干的人 都处在政治的包围之中 但他们战胜了政治 也战胜了那些骂他打他 往他脸上吐唾沫的人 墨言也明确了自己文学的使命 那就是通过文字告诉读者 当众人都哭时 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 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这句话里包含了两方面的含义 一是个体有真实表达自己的自由 二是社会要宽容这种真实感情的表达 个人有真实表达的自由 什么意思呢 正如罗素所说 须知仓次多态才是幸福的本源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都有自己的个性和思想 当自己的思想与社会主流价值观 格格不入的时候 在不妨碍他人的情况下 我们每个人都有保持自我 做自己的权利 像穆尔索那样 虽然同这个世界疏离 但从始至终 没有违背过自己的本心 以自己的方式 对抗这个世界的荒诞 活出了自我 所以 当人人都在表演的时候 我们能够保持清醒 勇敢追随自己的内心 那么 社会则要宽容这种真实情感的表达 又是什么意思 穆尔索之死 与其说个人出了问题 不如说是社会出了问题 因为在母亲的葬礼上 没有哭 而被判决死刑 背后反映出的 恰恰是对穆尔索挑战现有秩序 和社会道德的不满 从更深层次讲 这种已排除异己 以维持正常运转的暴行 则反映了社会的不宽容 胡适在一次演讲中说道 一个社会 宽容比自由更重要 宽容是一切自由的根本 没有宽容就没有自由 宽容是容忍不同的主张 承认世界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存在 承认可以有不同行为方式 在我们每个人希望得到社会容忍的时候 也试着将心比心的去宽容别人 你做一件事 别人不跟着附和的时候 试着去尊重 你不同意别人观点的时候 试着去捍卫人家说话的自由 当众人都哭的时候 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当哭成为一种表演的时候 更应该允许有的人选择不表演 愿作为独立个体的公民 能自由的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 愿社会能够更多的为个人 创造自由选择的机会 好了 关于局外人 我们就分享到这 如果您还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我们下方的评论区给我们 我们下方的评论区给我们